那至于这次国民党 所再一次在中场会来推动这个选册会 来面对所有民进党 在年底可能的所有的战术战略 以及相关的这些紧急应变当中 要有一些相当吃重的角色 不只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协调 也要背负很多的这些各界的骂名 我想从去年的九合一 选册会从一路 被各方质疑 也必须要来承担 到最后的结果 国民党赢得了一个实务前例的一个大胜 我想这正是每一位国民党的党员 以及选册会的委员 都应该肩负责责任 我想今天在这里 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携手同心 来打拼 我想任何职务都不重要 大家就是要下架民进党 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让总统 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能够胜选 立委 国会能够过半 让民进党没有办法作怪 这个是我们全力以赴的责任 而且无可回避 因为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政党 各方面的意见都有 我们都尊重 这表示大家能够大鸣大放 表示我们是多元文化整合起来的国民党 不是以前的这个旧时代的国民党 我们要面对不断的新的挑战 我们会勇于面对 而且呢 我们最后 民进党 民进党要注意了 你今天年底是面对的一个团结的国民党 我们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选 不辜负所有的国民